现在呢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考虑 哪个细节需要考虑呢 大家都看到这个省略号了 那省略号代表啥意思呢 就看这个号还有页码 那这时候它的规则应该是什么样 什么时候应该显示省略号 如果说是 对如果说是这个页码 这五个页码是中间的五个页码 不是等两端的 那这个前后是不是都有省略号 那么如果说你这是第一页 就是第一页那你前面还有必要显示 这个省略号吗 没有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最后一页了 你后面还有必要再显示省略号吗 没有所以说这种前面我们是应该是 做一个智能的判断是不是 因为否则的话你要如果是直接写 两个都写省略号 说实际上感觉挺费解是吧 我本身都是第一页了那第一页怎么前面还有是吧 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需要编程来处理一下 那怎么做呢 我先看 其实现在那写死的东西呢就是后面有个省略号 其实前后呢都应该做一个判断 怎么判断呢 这时候我们应该在这儿去做这事啊 在这个 在这儿 刚才不是写了一个 写了这么一个方法吗 对吧 那个分印呢 这个有个省略号 把这省略号复制上去啊 附着这个地方是吧 然后怎么办呢 加个衣服 衣服什么呢 意思配置 意思 total page 如果是第一页的话 就应该不显示这边 所以说你怎么办呢 等于boss 是意思吧 如果说它不是第一页 是不是应该显示 对吧 它是不是应该和它账场是个可逆的操作 是个硬操作是吧 就是它这个如果说是 是第一页 如果是第一页 条件符合的话 它应该是不显示的 对吧 那么如果说它这个 反过来不是第一页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省略号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下面这个 if 什么呀 意思按的配置 对吧 意思按的配置 什么呀 等于false 如果说是最后一页 如果是最后一页 就应该不显示这个省略号 是吧 那么如果否则的话呢 就应该显示这个省略号 是意思吧 这样就行了 好保存一下 看看到底行不行 咱们现在刷一下 手机 现在呢 哎 前面后面都有啊 啊 按这啊 这是行错了 跑哪去了 啊 按这一张衣服啊 按这 拉个按这 按这 对吧 这会没问题了吧 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 是5G 第一页是没有省略号 最后又省略号 是吧 然后你接着 我先点第二页啊 他这个第二页 也有 这种项不对吧 这个逻辑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按照 刚才的逻辑走 刚才就是说 他是以当前二位为准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 判断什么 判断的不仅仅是 当前一二位为一 而应该是判断什么呢 当前一二是不是 走这个逻辑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和 这个点和我们 这个逻辑呢 其实没有什么 直接的关系 是吧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不能用 刚才那两个方法 应该怎么办 应该在这个方法上 做一些改造 在哪个改造呢 在这个地方 做判断 那里吧 怎么做判断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去 定义变量 在这 在构建分线栏 这个地方 来定义变量 因为这个地方 本身有判断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可以定义一个变量 到了此刻吧 点什么呢 点这个 first dot 比如说 这个解个分子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个变量 如果没处的话 表示开始是有点 开始有点 明白是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scope有点什么呢 last dot 等于处 表示 表示啊 后边有点 前面有点 后边有点 前面有点 后面有点 这能列吧 那么这个变量 如果为处的话 表示前后头有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符合 这个逻辑的时候 这个逻辑是什么 如果说 它小于三 显示前五页吧 是不是这个逻辑 应该改变哪个值 一个是first的 dot等于false 等于false 表示什么意思 前面没点 对吧 前五页 是不是前面 应该没有点 所以让它等于false 能列吧 然后如果说 是这个逻辑呢 就表示什么呢 后面没有点 因为怎么办 对 它这个last dot等于false 表示后边 没点 那么这种墙下 因为它不会改变 它还是处和 这个处和这个什么 也是一样的 它这两个墙后 都有讲 都是处 如果是为中心的话 这个就不用再改了 那么如果这种墙呢 就是改在前面这个变量 和后边这边 那么好了 如果这个变量有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页面上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去显示了 那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 if first 这个时候就是等于 true了 first 到了等于处 是不是 代表有点 是吧 然后呢 这个last dota last dota 在这吧 等于 处 那这是表示 后边有点 这个能力 通过这个 通过去修改 这个部分的代码 来实现 对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操控 而前面呢 去和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保定 那么这样来呢 它就能够去显示 这个点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试一下 看看到底 行不行 现在刷新一下 手机 好 第一页 第一页 前面没点 后面有点 是吧 第二页 看一下 是不是前面也没有点 第四页 这个时候有点了吧 因为第一页 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就前面有点 表示这个二 第二页 前面还有一页 对吧 然后第六页 是不是也有 然后紧接着 我现在 现在往后走啊 第八页 是不是没问题 第十页 没问题吧 十二页 十四页 这些都没问题 两边都有点 十六页 对吧 然后十八页 看一下 没了吧 这就说没了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后五页 所以说 这个如果是 当你显示最后一页 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个 后面有点了 就表示 这是已经到图了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 关于这个页码的问题 咱们就说到这 这是关于页码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细节 需要考虑 这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大家看一下 当我现在输入手机 我现在输入手机的时候 我现在当前页码 比如说十八页 我现在显示的是第十八页的内容 对吧 那这时候 大家看 大家看 这时候我如果输入三星的话 然后点搜索 大家看一下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是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前页码 现在仍然停在第十八页上 但实际上现在只有四页 那种 对吧 所以说你现在看的是个空的 是吧 这样一来体验不好 所以说应该怎么办呢 对应该是在查询之后 应该重置这个 初始页码才行 对吧 你查完之后 你显示的始终应该是第一页的那种 对吧 每次查询都应该是第一页的那种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 可以在这 就是 scope点 什么呢 search map点 配置 number 等一 对吧 就是查询后 显示 第一页 对吧 你只有这样处理的话 它是不是才避免刚才那种情况 是吧 好 我们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 体验缓存 再试一下 查询一下 查询之后呢 咱们现在 再写一下 三星 先写手机 手机 咱们先查这个结果 手机 咱们还让刚才那方式来测试 咱们现在一下点到第18页 点到第18页 好 点18页之后呢 当前页码是18 然后这时候我们写三星 然后点搜索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能查出这个记录了 当前页码是第一页 刚才是18页 我重新再查的话 它应该是让它重置为第一页 能理吧 什么 什么意思 再演示一遍 再演示一遍 没问题啊 手机 手机 对吧 这不手机吗 然后呢 这里 这里不有省一号吗 然后这时候我输个18 你说这个页码没变是吧 你说这个页码没变是吧 因为这个页码 你没重新的来执行啊 你应该重新再 再build一下就好了 是吧 你确定 你这时候已经跳到一页了 你这时候已经跳到一页了 是吧 每次你点都跳到一页了 这时候我知道了 你说是点18页的时候 一点 它又回到一页了 所以说这种处理方式还不行 是吧 那行 一会咱们再演就怎么办啊